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也是诸多科幻作品中会用到的 平行宇宙说 也就是说 同样的时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时空 在这个时空里 你可能是一个肥宅 我不是在针对谁 在另外一个时空 你可能就是小小年纪就魔力超群的法师 这种平行世界的设定既能戳中观众的记点 也方便编剧大作文章 没错 横尾太郎的龙背和尼尔系列 讲究的也是一个平行宇宙 比如说 龙背一里的红龙凯姆穿越到了2003年的日本新宿 这才有了尼尔系列一代人工生命的故事 而在龙背三中 横尾泽明确设置了一个上帝视角的观测者 也就是眼镜小改改 亚科尔 他负责记录不同的时间线 甚至可以从分歧点在各个平行宇宙之间进行着穿越 当然也包括自动人形的世界 但即便如此 亚科尔再怎么穿越还是停留在了这些作品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没错 就是现实世界 三次元的世界 也是与龙背尼尔世界平行的一个宇宙呢 好吧 我承认我有些故弄玄虚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在横尾的宇宙中 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对我们三次元世界的暗示 特别是在一些明显的时间节点上 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联系上了 首先 我们来说一说之前讲过人物制的 有关于自动人形DLC 也就是游戏的第27个结局 柏拉图1728的故事 嗯 没有看过的同学啊 现在可以去补课了 我在这里等你看完 好了 我们接着说 在柏拉图DLC中有一个时间信息一直出现 那就是在MV里在DLC标题上著名的 11944年9月27日 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传言1995年的9月27日 在旧金山召开了一场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会议呢 简单来说就是清除垃圾人口的计划 听起来很可怕吧 其实有一些耸人听闻 为什么呢 听我慢慢的到来 这会议说的是 世界各国的精英聚集在了旧金山 讨论地球上人口过剩的问题 研究如何暗地里将世界人口数量降低 从而将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20%的在座的精英的手里 总结一下就是富人为了享受地球的资源 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刀掉穷人 按照网络上的留言 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希望将地球人口控制在10亿左右 我查了一下 1995年世界人口57亿 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78亿 看来这些富人的脑子也不怎么好使 看来这些流言蜚语 终究还是因为现实不攻自破 我们说回尼尔和波拉图 在DLC的故事中 我们知道了 因为机械生命都对人类工厂生产出的人偶 产生了恐惧和抵触 所以他们开始无理由地销毁人偶 也就有了DLCMV里的画面 波拉图才因此爆发 觉醒了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 这种清除异己 也就是清除人偶的行为 是不是跟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的内容不谋而合呢 如果你觉得这还牵强了一点 那你还记得第27个结局的符号吗 也就是阿玛扎拉西乐队的logo 三角形中间内切了一个圆形 而网络上有传言就说 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的背后主使 就是臭名昭著的共济会 而共济会的标志 正是三角形的上帝之野 好了说完了波拉图 我们来说回尼尔的主线timeline 2003年的红龙穿越事件 既是龙背故事的结尾 也是尼尔世界的开端 而红龙穿越的这一天 是6月12号 也因此红龙事件被叫做612事件 这次事件之后 日本辛素出现了魔素 使部分人类变成了凶猛的怪物 虽然人类组织了军队进行反复 但是收小甚微 最终被逼无奈的人类 只能将辛素整个物理封锁 在辛素的外围建立起了巨大的高墙 这个墙壁被命名为 耶利哥之墙 好了终于说到重点了 那就是墙壁 现实世界1987年 同样是6月12号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 在西柏林柏兰登堡门发表演说 推倒这堵墙 这里里根所指的墙壁 正是冷战时期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柏林墙 虽然此时的苏联阵营 还对里根的话嗤之以鼻 但29月之后 柏林墙真的被推倒了 这一推呢 也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尼尔中的耶利哥之墙取名字 薄熙来圣经的故事 故事中传闻永远不倒的耶利哥之墙 也在犹太人的号角身中 通过上帝施展神迹 轻易地被摧毁 尼尔的年表也显示 最终耶利哥之墙被魔物从内部打破 进而促使人类动用了更加激进的手段 扔核弹 好吧 听到核弹加日本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 根据尼尔的年表显示 2009年的8月6日 为了彻底消灭异世界的毒素 针对新素进行了核打击 日期上与现实中二战的那一波一幕一样 广岛长期的那一次 日期也是在1945年的8月6日 尼尔年表中称这次打击为广岛悲剧在领 并且日本全境都化为了焦土 或许有人会诧异 这横尾怎么发刀子还进行精准的AOE打击呢 其实隐喻历史也不一定就是发刀 在二战之后 日本在文化领域逐步发展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不乏一些将战后反思 作为其精神内核的 比如阿基拉 比如Eva 甚至我一度觉得 日本科幻之所以有独特的味道 都是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的敬畏 以及在作品里体现的人文关怀 有点车远了 我们还是说回尼尔的主线时间点 这次让我们把时间聚焦到5012年 可以说这个时候 尼尔的故事已经来到了二代 也就是自动人形的范畴 因为正是在5012年的7月4日 世界各地出现了不明飞行物 外星人正式入侵了地球 也从此拉开了人类与外星人 人造人与机械生命之间 旷日持久的战争 注意这个7月4日 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1947年的美国新墨西哥州 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事件的日期正是7月4日 事发当天 罗斯威尔罕见地下起了大暴雨 随着倾盆暴雨降临的 还有一个被美国军方谎称为 气象气球的UFO 于是阴谋论四起 大量的UFO爱好者 将罗斯威尔视为研究的圣地 时至今日 这个坠落物究竟是气象气球 还是UFO 都算一个未解之谜 而在2013年的民众调查显示 仍然有21%的美国民众 认为美军在掩盖 有关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 当然了 这神秘的事件 自然少不了创作者们的借鉴和使用 比如1996年的电影《独立日》中 美国51区内 便藏有在罗斯威尔坠毁的一艘外星飞船 以及三具外星人的尸体 比如 横尾台狼的尼尔自动人行 特意用了7月4日作为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间 好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在尼尔的年表中 11689年 森林地带的巨大机械生物 发表了独立国家宣言 森之国就此成立 而现实世界中的1689年 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签署了国民权力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 也就是所谓的权力法案 这标志着英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啊 你说11689和1689又不一样 捷克或许有些牵强附会了吗 那你可得听好了 尼尔中第14次机械战争于11939年正式爆发 现实世界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尼尔中1941年12月8日 A2参与了珍珠湾降下作战 现实世界的1941年12月8日 日本空袭美国珍珠港 尼尔中1944年8月1日 纪业部队发动215次空降作战 现实世界的1944年8月1日 波兰发动反纳粹德国的起义 华沙起义 尼尔中1945年6月26日 地宝彻底沦陷 突避和司令馆死亡 现实世界的1945年6月26日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签订联合国宪章 彻底叙述了国土殖民化的现象 尼尔中1945年9月2日 白色巨塔已经发射进宇宙的一个月之后 人类军宣布第14次机械战争结束 现实世界的1945年9月2日 日本代表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这下子你们信了吧 恒伟在尼尔中所设计的时间节点都是有用意的 相信的把牛子打在公屏上 不幸的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吧 讲道理啊 杰克虽然是一个文科生 但是我最讨厌的学科呢 就是历史 所以做这一期的视频啊 我查了不少资料 也掉了不少根头发 也非常感谢私信提醒我二战历史的大佬 不知道这一通梳理下来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时间节点 总而言之呢 就是正好借尼尔的十万个为什么 分享一下大家或许没有发现的滑点 要说这些时间节点设计有什么意义呢 或许也没什么意义 但就是有一种能让人恍然大悟 新决游戏的编排 有巧夺天公之妙的感觉 哦对 还有自己游戏白完了的感觉 那么我是杰克威胁 愿人类荣光永存 每天晚上直播 欢迎来QQ型吹水 我们下次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